石門水庫的集水區降雨 已經達到了186毫米 蓄水率回升到87.2% 因為也預測後續降雨還會再增加 所以石門水庫從剛剛的下午3點開始 已經進行了調節性放水 在調節性放水的期間 呼籲民眾千萬不要進入水庫下游河道 以免造成危險 新竹縣尖石鄉景平村 還有益新村以及秀蘭村這一帶 在下午的1點8分左右 疑似是因為高壓線的斷裂 導致部分停電 而目前部分的用戶已經恢復了供電 還有353戶持續在搶修當中 這是來自於新竹尖石鄉部分停電的最新消息 而外國環流帶來的強風 在台中的金科路上面 也是有陣陣的風吹散了落葉 甚至就這樣子把排水孔給堵住 造成了淹水 那麼機車的過去之後呢 大概水深是有半個輪胎高 所以緊急封路 最新的狀況交給記者 汽車太過漸起大片水花 整個機車道被淹沒 完全無法通行 地點是在台中市 金科路跟向上路 五段路口 由於颱風軒南落清台 台中市今天下起大雨 刮起震風 將露樹葉子摧散一地 導致路面排水孔給堵塞住 水淹過機車道 環保局接貨通之後 立刻到場清理落葉 所以大哥大部分都是輸業 待會再給我 高峰房看看 淹景也協助指揮交通 避免民眾誤闖 在清潔人員的協助下降落葉 騷出後 目前已經恢復排水系統 已經可以正常行駛 以上是最新情況 把鏡頭交換給棚 颱風天的早上 在台北市有一名女子 跑到了中正橋下 她一個人坐在 削波塊上面去淋雨 很多人看到非常擔心 趕快報警來處理 那麼當時警方獲報之後 在中正橋下面找到她了 在大家的引導之下 草叢裡面發現了 這名男子全身沾滿了污泥 遠景一路送她到上岸 家屬說這名女子 最近心情非常的低落 早上獨自出門之後 人就不見了 幸好警方趕快找到人 才阻止漢事發生 而中午過後呢 現在雨勢風勢也是越來越強了 在岸邊呢 浪是一朵接著一朵 而且浪高非常的高 但還是有人選擇去關浪 我們就看看淡水目前 最新情況 好 主播各位觀眾 中台宣蘭諾持續影響台灣 在淡水這裡呢 你可以看到其實雨勢是一陣一陣的 現在天空烏雲密布 而且其實天氣是相當不穩定的 尤其在海浪的位置呢 你可以看到其實這個波浪是非常猛烈的 而且浪花激起來最高可以到一兩公尺高 其實畫面是相當危險的 那有民眾因為是颱風天又遇到假日 特別來這裡追風關浪的 那我們也來聽一下她的訪問 我的感覺還是蠻大的 看起來好像也蠻危險的 是啊 在岸邊的話應該是蠻危險的 你們有做一些綁台的準備嗎 家裡嗎 就是陽台的東西都把它搬走了 花盆之類的都把它拿掉了 門窗也都緊閉 大概就是這樣子的 那你覺得這景色看起來 還算蠻不錯的 蠻漂亮的 就是很少看到那麼大的一些浪 那新北淡水區這次颱風陸上警備地區 其實午後的鎮雨是一陣一陣的 提醒北台灣的民眾 真的要特別的留意了 因為短時降雨可能會造成一些影響 那雨勢呢 會持續要到明天上午才會緩解 那以上是現場的最新 先把時間還給孔內主播 這一波的雨勢也幫助不少的水庫解渴 根據水利署目前的統計 翡翠水庫的蓄水率回升到62.35% 寶山第二水庫的蓄水率則是100% 但是還是有的水庫沒解到渴 在基隆的新山水庫降雨量只有17毫米 今天上午的七點仍旧蓄水率 還是維持低點 來到的是31.68% 沒有增加 由於北部地區的雨勢 還是在增強當中 所以希望能夠替這個水庫來解解渴 而今天的北北基因仍就是維持正常的上班上課 只有新北的瑞芳 平溪 雙溪 共僚是停班停課 市長侯友宜說 雖然目前是中台 不過在颱風北上的過程當中 有機會轉為強台 所以必須要預防停課 尤其是在今晚到明天早上是颱風影響台灣最劇烈的時刻 那麼有沒有可能有部分的縣市可以放到颱風下呢 台北市長柯文哲要告訴他的市民說 今天沒有放到的話 明天也不用想放了 中台宣蘭諾急轉彎 強度多變讓人捉摸不定 雙北加強防台準備 台北市長柯文哲一早赴建國抽水站視察 測試演練狀況 一旦豪雨來襲 河水暴漲將立即啟動抽水作業 演練了 這是為了媒體效果 現在看是台北市的時候抽水站可以遠距控制 同時啟動 台風的時候還有人員到現場去開動那個抽水機 就太遜了 北市的河濱書三門指出不近 下午兩點開始將關閉水門 一早人有部分車輛還沒移走 若下午四點車輛未始離 將開罰一千八百元到四千八百元 市區一下有零星雨勢一下放晴 標準的颱風過境天氣 目前卻爛弱影響台灣 最劇烈的時間將落在三號晚間到四號清晨 有沒有可能放颱風架 柯文哲這麼說 當然不敢說百分之百的 最接近台灣是在今天晚上 今天沒有放假 明天也不要想放假 北北基三號正常上班上課 唯獨新北的四個行政區 瑞芳 平溪 雙溪 貢寮 停班停課 新北市長何文一早也進到 在漢應變中心召開工作匯報 雖然是中度台幅 但是在北上的過程當中 有可能短時間就變成一個牆牌 所以我們必須要先做一往新的停課 新北市平均風力五到六 陣風八到九 軒蘭諾來市洶洶 雙北首長不敢大應要做好萬全準備 記者綜合報導 秋芬說下午的台南跟高雄風好大 那特別注意喔 因為颱風北上過程當中 還是會有影響的喔 那颱風天零都在幹嘛呢 有人去逛百貨公司 有的人去看電影 那麼有一對情侶呢 在海邊來拍婚紗照 好 主播各位觀眾 記者現在繼續帶您來關心中台 宣南諾的一個最新動態 而記者現在的位置呢 就在宜蘭的南方澳的情人灣喔 而剛剛出現了一個很特別的景象 就是有一對新人呢 竟然選在海岸這個旁邊 來進行這個婚紗的拍攝 我們來聽一下稍早的訪問 我們這次很隨性的拍一些 我們已經辦完婚宴啦 補婚紗啦 補婚紗 所以沒有特別說看天氣這樣子 主要是攝影師 隨時都可以出發都OK 為什麼想說來這邊拍婚紗呢 我是在地人 我是在地人 然後我們就是以在地的景來去這樣子 這對新人也透露 他們在這個情人灣拍攝完婚紗照之後呢 還會轉點到這個豆腐夾 給他繼續拍攝婚紗照 他說其實颱風呢 對他來講影響不大 因為他其實是在地人 他認為就算有一點風雨 其實也不影響他們拍照的這個性質 但是民眾還是要特別注意 因為薛乃諾颱風呢 持續的靠近臺灣 而且他最快會在下午五點的時候呢 直接侵入到這個新北 以及宜蘭等陸地 會直接進行觸入的動作 所以到時候的風雨一定會變得更強 所以民眾都要特別的留意還有小心 而記者呢 剛剛也在這個情人灣政府捉到了 還是有不斷的有長浪出現的一個狀況 所以民眾還是不要輕易的到這附近來觀浪 是相當危險的 而這個宜蘭晚上的時候呢 也有可能會有這個豪大雨或者大雨的出現 所以民眾都要特別的留意小心 以上是記者在現場掌握最新狀況 我們將時間鏡頭交還給棚內主播 謝謝艾斐玲的按讚支持 感謝你 那西坡說呢 現在不要出門 除非要帶鐵鏈才出門 風真的是很大 像在烏來的老街呢 現在於是也增強了 雲仙瀑布的水量也更多了 好 主播觀眾 持續感情關心中臺順蘭諾的罪行情況 那目前記者是在新北市烏來的這個烏來瀑布 可以看到呢 記者身後的這個就是 烏來區這個著名的烏來瀑布 也叫做雲仙瀑布 它現在的水量呢 幾乎是早上的三倍啊 那可以看到 目前它這個雨勢呢 現場的雨勢其實是非常的大 那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在早上的時候呢 烏來地區啊 烏來風景區這邊呢 其實都是一些間歇系的降雨 那麼午後之後呢 雨量開始慢慢的增大了 那你可以看到 目前現場的雨勢其實是非常的大 然後呢 雲仙瀑布呢 它的水量呢 也是開始急劇的增長 那就在剛剛呢 其實中午的時候 因為雨勢趨緩的關係啊 所以烏來老街的一些攤販啊 也開始做生意 然後呢 有一些遊客呢 其實也陸陸續續的來到烏來老街呢 進行一些消費的動作喔 那麼呢 可是現在午後呢 其實雨勢開始來了喔 那麼一些遊客呢 其實也是有一些凌晨落湯期的情況 那根據氣象局的說法呢 其實今天在入夜到凌晨的時候呢 這個宣蘭諾啊 它的強勢期其實是在今天的凌晨到入夜啊 所以也要提醒民眾 如果呢有些民眾今天還想來烏來的話 千萬要注意行車安全 以上市長的這件事情 將時間鏡頭交換給房內 新北市長侯友宜 今天的中午到了巴黎下谷子漁港 來去視察房台整備工作 今天巴黎的風可以說是非常的強勁 侯友宜穿雨漁視察港口的時候呢 他頭頂上的帽子都快被吹走了 他冒雨視察岸邊的漁船 確認船上沒有漁工逗留 歐夷表示 新北市北海岸以及東北角洲公司 有28處的漁港 颱風預計傍晚就會登陸 浪高風大藥漁業處 妥善安置漁工 同時要加強所有的公安措施 都必須要做到百分之百 基隆一大早出現了強風大浪 中午又出現了暴雨 颱風慢慢的逼近 基隆民眾很擔心 晚上的風雨可能會加強 趕緊趁雨勢比較小的時候呢 出門去採訪 所以在廟口現在也出現了人潮 現在的記者黃玉蘭有最新的報導 觀眾觀眾 宣蘭諾颱風狹帶的強大的風雨 逼近台灣 一大早開始呢 就為基隆地區帶來了強風大雨 在沿海地區甚至出現了 長浪推進基隆 不過呢 接近中午的時候 雨勢越來越大了 那現在呢 在午後 雨勢也開始的出現 間歇性趨緩的狀況 那許多民眾呢 是趁著這個小小的空檔 趕快來到基隆庙口這邊 進行採買跟用餐 我們先來聽一下 民眾與店家的說法 因為肚子餓嘛 然後我們就出來找點東西 然後趕快回到飯店裡面休息這樣 是來這邊觀光的嗎 對對對對 從哪邊 從台南 從台南 那有沒有覺得說 遇到台風有點擔心 不會 其實雨勢沒有想像中那麼大 就是逛起來都還好 有沒有看這種天氣都沒人 不然現在中午應該人很多啊 那大概少了多少啊 至少一半以上啊 你看我那麼閒 還在削芒果你看 無奈 對沒辦法 好的 其實呢 不只是當地民眾呢 趁著這個午後 小小的雨勢間歇的時候 趕緊出門 用餐與採買 也是有許多觀光客呢 是趕快趁著午後來進行遊玩 那他們也表示要在晚間晚一點的時候 就要趕快回到飯店來躲台風了 而店家呢更是苦哈哈 店家就表示呢 今天的生意是非常非常的慘淡 相較於以往這個時候人應該是很多的 今天呢根本就是沒有什麼客人上門 店家都是非常的閒喔 那只有午後這個時候開始出現了一些零星的遊客 店家也怕呢 在晚一點的時候 雨勢會越來越大 那遊客呢 也會開始漸漸地開始躲回家 所以店家也是怕風雨越大 所以會把趕快把這個店門緊閉 趕快躲回家來躲風雨喔 因為呢這個宣蘭諾颱風呢 是已經再次開眼了 也就是說呢 這個宣蘭諾颱風 隨著逼近臺灣 它的結構也越來越強 在靠近晚間的時候呢 更是會有可能會登陸喔 會觸陸喔 所以呢這個風雨 將會隨著時間越晚越來越強大 民眾呢是紛紛表示是非常擔憂的 要趕快趁著午後出來 那晚一點的時候呢 就趕快躲回家 不要在外面到處閒晃 或是說在外面逗留了 那以上呢就是目前的最近情況 把時間轉個棚內 好我知道剛口誤 民眾是採買記者要採訪 OK 並在一起講了 謝謝這個新樂園的提醒 感謝 颱風宣蘭諾呢 畢竟為了要防止 可能發生的災情 首當其衝的沖繩縣 宮古島市還有石原市 已經針對超過十萬名的居民 發布了避難指示 呼籲民眾趕快去避難 而CNN的氣象主播則是分析 接下來這個颱風可能還會再增強 日本氣象天指出沖繩縣的仙岛群岛 預計在3號晚間就會進入到暴風圈的範圍 強烈風勢可能會導致部分的住宅倒塌 而南韓氣象天則是預測了 宣蘭諾很有可能在6號的凌晨或是清晨登陸 而這次颱風也將會成為 史上登陸南韓的最強颱風 而且可能會造成重大損失 可是會讓免疫力低下代謝不平衡 皮膚狀況變差 旺旺推出的夢夢水 就是要解決 大家煩惱的好幫手 白桃風味酸甜好喝 也歡迎大家掃左下方QR Code 或是上快點購網站訂購 好 好 來吧 刀 剃 努力 烈 刀 刀 努力 刀 刀 努力 刀 刀 努力 刀 努力